郭雪芙拥有甜美脸蛋惹火身材 过去曾是女子团体成员之一 之后进军戏剧圈 在歌唱演戏广告上都有亮眼表现 累积了一搭票粉丝 近来他接演悬疑剧《华灯书上》 在剧中饰演酒店小姐 第三季18日上架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被其中一幕吸引住 那就是林心如看到郭雪芙被吓药 出面阻止 结果跟吴康仁在街头大打出手 画面中穿着紧身洋装的郭雪芙 胸口深逼设计直接打手好身材 那其实郭雪芙以前对自己胸部大很自卑 甚至有一段时间都刻意驼背走路 刚出道时也无法接受过于性感的打扮 对于拍内衣照非常抗拒 他曾坦承有一次拍摄平面杂志时 因为当下无法克服心理障碍 只能忍着难过的心情拍摄完毕 离开后才哭着打给公司 但随着年纪见长 心理障碍逐渐消失 欣赏自己优点 今年初他拍摄的内衣广告也是大获好评